2010年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选拔活动 正式开始接受提名 于1985年开始举办的 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选拔活动 目的是肯定与表扬国内十个领域 拥有卓越表现或贡献的18到40岁的青年 提名且持续期是8月31号 这个奖项不只是在马来西亚而已 它是一个国际的大奖 那么在马来西亚获得这个奖项的得主 他们将会代表马来西亚 跟世界123个国家的这些成就 这些成功的人 他们去进这个世界的这个杰出青年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extension 就是延长我们的这个结束提名的时间 就直到8月31号 那么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类的反应 就是说他们需要 这些杰出的人可能他们profile太多了 他们需要一些时间 让他们足够的去筹备 7月16号 马来西亚青年集体育部副部长 严炳壽 也为2010年度大马十大杰出青年选拔赛 主持推介礼 十大杰出青年选拔赛 是越来越做到认同 这也是大家 也许是我们金融博青商会 这么多年来所付出的努力 所造成大致的成果 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在社会的认同也好 在民众的认同也好 我们官方也必须给一定的认同肯定 我希望说 趁今天这个机会 会有我们媒体的朋友 能够给这个活动 更多的广泛的报道 要求我们社区里头 不同领域 不同色情 不同阶景的青年 就能够参与这一次 这个街情的赛事比赛 2010年 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表扬大会 将会在12月3号 在双微酒店举行 今年这个主题呢 就是环保 所以我们也参与了 这个环保的一份子 也就是说希望通过这个奖项 也可以让更多马来西亚的人民 更多全世界的 我们的人民呢 可以了解到环保的意识 就是已经越来越的需要 已经被重视了 所以今年呢 我们社区领域呢 再来看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backdrop呢 是用社区 社区不同的树 有松树啊 山树等等 来代表社区不同的领域 无光时社采访报道